除了汉代名臣东方朔与大将军陈汤之外 宣誓殿的名字还因为一首诗为人们所熟知 宣誓求贤 仿竹尘 假生材调更无伦 这里的假生就是汉代的大文学家贾义 贾义年少成名 锋芒毕露 这样一个大才子 大学者却在生前一直不受重用 真正杰出的人才往往难觅之音 也往往招人所记 据史料记载 贾义因为遭人诋毁 皇帝渐渐疏远了他 然而这个诋毁他的人究竟是谁 历史上却有所争议 这其中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贾义这个人他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司马迁在史记之中把贾义和屈原并转 都是怀才不遇的英才 而这个贾义他的岁数非常的短 咱们看贾义生于公元前200年 也就是刘邦修建魏阳公的时候 足于公元前168年 他才活了33岁 贾义这个人是大儒啊 在年少的时候就因一篇著名的论文 过勤论而名满天下 这篇文字今天只传下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咱们的中学课本中都有 二叔能详 而当时贾义是因为一个人 这个人是李斯的弟子叫吴公 这个吴公担任过廷尉 因为吴公的推荐 所以他为皇帝所重 咱们看这个事件呀 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就是当时贾义被一个法家人物 吴公所重 那说明贾义的知识结构中 不只是如 其中许多内容都是现实政治问题 而汉朝皇帝建了贾义 汉文帝作为一代明君 也非常重视贾义 但是有一首诗表现出贾义的无奈 这首诗就是唐代大诗人 李商尹的贾义 李商尹用一首七言绝句 表现出贾义的无奈 宣誓求贤仿竹臣 贾义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他讲当时贾义受到别人的排挤 这个时候被外放 当南方的长沙王太傅 后来汉朝皇帝想到了贾义 于是汉文帝把贾义叫来 在宣使殿召见了贾义 所以贾义被称为主臣 一度被放逐在外的人 而贾义材调更无伦 说明贾义的水准很高 假以水平在当时 应当说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皇帝极其的虔诚 说可怜夜半虚前席 也就是说一直畅谈到深夜 皇帝都离开自己的席 可见皇帝特别的专注 但是问的并不是天下苍生 不问苍生问鬼神 你给我说的是鬼神 鬼神这种东西是为人所不耻的 所以贾义也是怀才不欲 这首诗表现出贾义尴尬的处境 关键是朋友们就会问 贾义不是被皇帝所中吗 为什么他在宣使殿中 被皇帝问的不是天下苍生 不是贾义的政治谋划 而是鬼神之事 其中又有怎样的变故呢 咱们看贾义这个人 他才高八斗 但是也遭人嫉妒 这就是第一个原因 之所以后来汉代皇帝 汉文帝把他边缘化 跟别人禁禅有关 当时据说贾义的水平很高 每每皇帝下了诏书 老先生不知道皇帝要说的是什么 谁知道的 贾义 而且贾义提炼的非常到位 这下举坐皆经 不仅说经服贾义的才华 而且认为贾义说的 就是自己内心所想的东西 关键是这样的机会越多 越遭人所嫉妒 那么有朋友就会问 到底这个贾义 他得罪了谁 谁在皇帝面前说贾义的坏话 这里有不同的说法 司马迁认为 诋毁贾义的 是当时两个重臣 一个是太尉周伯 一个是将军冠英 咱们读汉代的历史都会发现 这两个人物太不得了了 周伯是对汉家天下 立有大功的重臣 而那个冠英 是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将军 关键这两个人地位太高 他跟贾义也不是同一辈的人 那咱们就会问 故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几个人会这么恨贾义吗 他和贾义之间 能不能有这么大的矛盾 他说贾义的坏话呢 咱们看这个可能性好像不是很大 而另外一种说法 是汉代应哨的风俗通义里头 他讲到汉文帝的时候 就提到在汉文帝面前说假仪坏话的人 这个人叫做邓通 实际把这个邓通放在宁兴列传里头 咱们要知道啊 历朝历代皇帝 甭管明君还是昏君 他都难以摆脱封建帝王的短板 比如说像这个汉文帝 他也是这样 一个巨大的短板 就是好鬼神 这个时候 汉文帝梦中就做梦自己登天 日有所思也有所梦 结果登天使劲巴拉就没上去 是谁帮了他一把上去的呢 是一个黄头狼 头上裹着黄色头巾的人 这个时候皇上醒了 他就回忆梦中 这黄头狼长什么样 黄头狼不止裹着头巾 衣服的腰带呀 系在后边 这个很独特 所以皇帝印象很深刻 没想到皇帝在魏阳宫的箭台附近 还真就看到了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黄头狼 皇帝大惊失色 于是把这个人找到近前 仔细询问 这个人长得还非常俊俏 皇帝就说你叫什么 他告诉汉文帝 我叫邓通 各位 这个邓通的邓的繁体字 就是一个登天的登加一个耳刀 当时皇帝非常高兴 所谓邓通不就是登通吗 我就能够登天成功 所以邓通在皇帝身边就成为宁臣 皇帝极其地宠爱他 一堆人都得巴结邓通 才能接近皇帝 邓通 气宴已经至此 关键是他得罪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太子刘启 就是后来的汉景帝 过了些年 温皇帝驾崩 汉景帝登基 这个时候邓通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汉景帝就搜罗邓通的罪状 后来就发现邓通在疆域之外住前 那也就是叛变国家了 索性把邓通下大狱 司马迁描绘邓通 无他能 没有别的能力 司马迁说 说他还有妒忌心 不能看着别人受皇帝的青睐 只能自己认认真真 谦功地去拍皇帝马屁 就这么样一个人 咱们看 当时邓通 说假仪坏话的可能性大不大 从司马迁刚才的评论中 应当说这种可能是非常大的 那为什么史记还说 是冠英和周伯说假仪的坏话呢 大历史学家吕思勉写秦汉史 他就认为很可能是这样 汉文帝在汉代人眼中那是明君呢 所以他要尽可能维护皇帝的形象 所以就把这个宁性给回护掉了 不提邓通 提的是周伯以及冠英 总之假仪在这个时候 受人忏悔 于是皇帝逐渐逐渐疏怨他 所以皇帝把假仪 便折到南方 逆当长沙王太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